前面的视频 我们演示了比特币用户使用的体验 并解释了其中的逻辑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在使用方面 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 比如人民币的区别 第一 比特币的账户不需要注册 可以匿名随意生成 生成过程 可以是离线的 这与纸币有点类似 但与实名制的银行账户是不一样的 第二 比特币的账户是公开的 每个账户中资金进出 都是公开的信息 任何人都可以查看 任何账户的流水以及余额 人民币不具备这个特性 资金的流动 除了银行能看到部分的信息外 普通人是无权查看别人的账户的 第三 比特币可以进行支付 也就是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 但比特币支付交易的确认 会有几分钟的延时 而目前银行账户的支付 从用户体验来说 可以做到及时完成 无论是刷卡 还是支付宝 支付的当时就完成了 账户资金的转移 第四 可以为比特币的交易 额外支付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支付越多 支付被确认的越快 银行账户 或者支付宝的支付 一般交易费用是固定的 但交易费用 一般是问商家收取 所以从普通用户角度 可能体验不到交易费用 虽然比特币 在使用体验上 有自己的特点 但它也能完成交易功能 为什么大家对比特币 如此褒贬不一 赞扬者称它为 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贬低者称它为 一个庞氏骗局 这要从货币与货币的 本质区别 货币的发行来探讨 从前面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每一次比特币的交易中 所有资金流入等于资金流出 加上支付给矿工的交易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比特币的总量既不会增加 也不会减少 那么最初的比特币 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从矿工 除了交易费用外的 另外一部分收益 Block Subsidy 区块补贴说起 区块补贴是比特币 发行的唯一途径 除了区块补贴之外 不会再有任何新的 比特币生成途径 因此 我们只要知道 区块补贴的生成规则 也就知道了 比特币发行的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 区块补贴的具体规则 一共三条 一 区块链中 第一个区块的区块补贴 是50比特币 第二 每21万个区块后 区块补贴减半 也就是区块链中最前面的21万个区块 每区块50个比特币 接着21万个区块 每区块25个比特币 再接着21万个区块 每区块12.5比特币 不断减少 第三 从第693万个区块开始 没有区块补贴 从以上的区块补贴规则 使用初中数学 就可以计算出比特币发行的总量 这是一个简单的等比级数求和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等比级数 因为只有33个数字求和 直接用计算器算一下也是可以的 计算得到的值是2100万 也就是说比特币总共会发行2100万个 接着我们来看每年的发行量估算 一个估算的前提条件是 平均每10分钟将产生一个新的区块 这个条件本身是有它背后的逻辑支撑的 我们会在后面的视频中谈到 现在的实际比特币区块生成 大概比估算值早了半年 所以大家在看下面表格的时候 可以在第一列的时间上减去半年 发行从第一个比特币区块开始 也就是2009年1月3号开始 前四年每年的发行量 大概是260万 在后面每四年发行量减半 一直到2141年 也就是100多年后 比特币不再发行 不过在此之前很多年 每年的发行量都已经微乎其微了 矿工的收益越到未来 越依靠的是交易费用 而不是区块补贴 比特币区块链的所有数据都是公开的 大家可以在以下的网站进行查询 这是最新产生的区块 位置编号是602842 大家可以点开看其中的信息 这是区块产生者获得的区块补贴 这是获得的交易费用 下面是区块中包含的每一笔交易的交易信息 最后 剩下两个最基础的问题 如果仅对技术与IT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跳过以下内容 第一个问题 很多人在接触了比特币的规则后 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要遵循这些规则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没有任何约束 让你必须遵循这个规则 唯一让你遵循这个规则的原因 是因为有很多 或者你预期将来会有很多 其他人相信遵循这个规则 产生的比特币是有价值的 因此而已 你可以修改规则 按照新规则去生成新的区块 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则 从头开始创建新的区块 也就是发币 但如果没有人陪你在你的规则下玩耍 你所创造的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一种可能 也是在实际意识中发生过的 是人群对比特币未来的区块链规则发生分歧 这时候有人按照A规则生成新的区块 有人按照B规则生成新的区块 就会出现所谓的区块链分叉 比特币现金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会在未来的视频中介绍区块链分叉 第二个问题 比特币真的有价值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作为一个IT工作者 我只能从门外谈谈自己对一些观点的看法 一些人批评比特币空无一物是虚幻的 所以一文不值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任何货币支撑它价值的都是信任 而不是货币本身是什么 如果大家都不相信美联署 美元就一文不值 如果大家都不相信黄金 那仅凭黄金的工业与装饰需求 绝对不会是现在的价格 100美元之所以能换100金米 是因为大家相信美元 相信美元背后的美联署 而不是100美元本身有什么价值 它就是一张印刷精美的纸 能相信美联署 为什么不能相信比特币公开的规则呢 因为已经有很多人信了 所以它已经有价值了 一些人认为比特币会成为主流货币 我觉得这很难成为现实 比特币的规则决定了它不能超发 但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通货紧缩 历史上的金属货币 往往会带来经济上的通货紧缩 如果大家都觉得某个货币本身不会贬值 就会大量囤积货币 而不是将货币用于交易或者投资再生产 这时候市面上的货币减少 货币的价值上升 又进一步引发货币囤积 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如果比特币成为主流货币 将会是一个市场的灾难 不大可能发生 发币者的观点 比特币的技术并不复杂 我也可以创造新的货币 是的 任何人都能发行数字货币 并且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市场机制 对货币确实是有需求的 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信任问题 凭什么相信 看一下现在市值最高的几个数字货币 比特币因为它发展最早 有先发优势 并且这种先发优势具有正反馈功效 因为新加入者的选择 是基于有多少人已经相信 以太币是因为它在技术上有创新 引入了智能合约 Ripple币是因为它在银行间结算 有实际使用价值 你凭什么 让别人相信你发行的货币 本视频讲解了比特币发行的规则 通过本视频 我们知道 新的比特币是伴随着新区块的产生而产生的 那么区块里面的内容 究竟有哪些 产生一个新的区块究竟有多难 为什么我们可以预计平均每十分钟产生一个新的区块 这些都是我们在下个视频中要讲解的内容 Python 无穷魅力 无限可能 t视频 卖井霍